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我们学佛的人只要动一个念头 冷静一下 如果假设还有一种办法 还有一种我教你 你就注意听 这招很厉害的 比如说你在沙拉之间 无常在关起来拼不给的时候 一直在一直要发狂的时候 你就赶快告诉自己 跑 赶快跑 赶快跑 告诉自己 赶快走 离开现在的境界 明天再讲 赶快 赶快来走 赶快来走 就是赶快远离当时候的境界 对不起 我要来绕塞 我先离开一下 然后在厕所里面 冷静一下 真的有效 我们不骗你 有效 就是拼不给的时候 赶快远离那种境界 然后冷静一下 冲冲冷水 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睡一觉 明天再谈 要不然那个火一直起来 那个意境不脱 一直起来 到处有人闹 搞出人命出来 冷静一下 真的 哦吼吼吼吼 有效 你就会 有效 真的有效 无骗你了 有效 多多少少会有效的 赶快跑 你总要想一个办法去对峙他 难道你闹出人命 你才要弥补他 根本来不及啦 来不及啦 根本来不及啦 对不对 所以说 一定有冷静 感谢观看